这个男人是只水智怪 只需要3.14亿物妙 就可以将一个200斤胖妹的血液 吸得干干净净 这把胖妹的闺蜜们 瞎着抱在一起色色发抖 原来几个美女都是水智怪的手下 他们天天打扮成名流 来到各大商场 互相配合湿染演技 然后趁着服务员住一份战时 偷偷的盗窃这里的高档服饰 接着拿回去交给水智怪 可常在路边走 哪有不是钱 这天 胖妹被保安发现拦了下来 胖妹见状 正好夸插挠了下保安 杀鸭子赶紧逃跑 因为这次的失误 胖妹没能按时回家吃饭 这让水智怪十分的生气 所以 这才把胖妹单独带到了房间里 虽然所有人都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反抗 就这样 开拓的一幕发生了 胖妹因为一次失误 就被水智怪给吸尘干事 第二天 一个金毛好像发现了什么 对着地面不停的跑了起来 两个主人见状 好奇的赶了过来 结果发现了惊人的意义 如果推荐我的家乡 就会出现当地的特色美食 快看看你当地是啥吧 画面一转 大庄几人就赶到了现场 和大家一起的美女 正是我们以后的女主角 威娜 她和大庄一样 也是格林 两人通过胖妹嘴上的智商 再加上被抽公的血液 立马就判定 这肯定是格林怪物搞的鬼 于是他们三人来到了房车里 拿出那本荒谷宝典 一个个的翻看格林怪物的信息 看到这里 肯定有人问狼叔去哪了 因为狼叔刚在我爸同场上 找了份工作 照我正开心的度蜜月呢 翻了没多久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 和死者身上伤痕一样的 这是警局打来的电话 中查出死者胖妹 有三条犯罪记录 全都是因为盗窃 最后登记的地址 是一家哨馆所 于是当中几人来到了这家哨馆所 趟着寻找一下 有关胖妹的线索 通过胖妹室友提供的线索 他们得知 就在一个月前 一个叫唐娜的女人 给胖妹介绍了个工作 不但吃住免费 而且还有名贵的衣服穿 这时警局又发现了新线索 昨天一家市中心的商场被人偷了 他们通过监控 碰巧发现了臭骇者胖妹 看样子 这起案件 很有可能和那个唐娜有关 有着唐娜竟然出现在阿尔布广场 所以一只人来到了广场 准备蹲点抓捕唐娜 果然没过多久 一个可疑的人员出现了 他们判定此人应该就是唐娜 于是 他们让威娜假扮成流浪女 慢慢的靠近唐娜 唐娜看到威娜后 眼前一亮 想要给威娜介绍一份好工作 为了深入调查 威娜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当中但因为威娜有危险 警方下车跟了过去 没想还是晚了一步 眼瞅着宝马车扬长而去 他们急忙给警局打去电话 对这辆宝马车进行的通缉 没过多久 威娜就被带到了水泽这里 看到威娜清纯的样子 水泽怪两眼放光 热情的欢迎威娜的到来 熟不知眼前的威娜 正是自己的死敌格林 他们把威娜好好的打扮了一下 穿上了美丽的高跟鞋 和性感的服装 结果没想到 这让水泽怪更加沸腾了 拉着威娜就进入了房间 想要和她来把斗地主 威娜见状 夸叉就是一拳 看到威娜反抗 水泽怪直线现出了原形 结果下一秒杀眼了 发现威娜居然是只格林 没让她反应过来 威娜夸叉就是一炮子 给水泽怪打倒在了地上 然后跑出去 让大家赶紧离开这里 没想到 这个唐娜居然也是只水泽怪 面对两只格林怪物 出入茅座的威娜也慌了 虽然格林是他们的天敌 但是同时面对两个 威娜也不好应对 很快手臂就给影子 好在关键时刻 大壮持枪赶了过来 配合威娜当场 而随着水泽怪的死亡 剩下的美女 终于不用再被强迫 做工作了